就在明朝辽东最高统帅一个一个大败而归的时候 就在明朝的山海关也危在旦夕的时候 坐在北京紫禁城龙岭上的天启皇帝 早已独坐针毡成了热锅上的马鱼 在没有人敢再去辽东的情况下 天启皇帝派出了自己的老师孙承宗 那么这样一个特殊人物 他是否可以扭转辽东战层 他的道人对于守卫孤城宁远的原宠患 究竟是虎还是过人 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北京满学会会长严重年 为您在线明王清新六十年之 帝师都聊 在上一讲中 袁崇幻在山海关外二百里 独自修建了乌重宁远 准备给予即将到来的 如我拉赤八七大一 但此时的袁崇幻 只是个无比的小官 他要求建立宁远防线的意见 并不足以引起朝廷的重视 而此时 远在北京紫禁城里的大明天启皇帝 也在为辽东前线 明军一次又一次的大跪退而挠回 也在为努尔哈赤八七大军 对北京造成的巨大威胁 感到深深的恐慌 但大明王朝上下已经到了 韩诺阿赤四岸 前任辽东普帅 徐庭帝又因为打了败仗 而被传手求奠 还有谁敢当这个辽东前线的 最高组帅 就是在这样万般无奈的情景之下 天启皇帝不得不让自己的老师 孙成宗出马 孙成宗在此时的明朝工程中的地位 可是非同凡响 他不仅是天气皇际的老师 而且还是大学士兼兵部尚属 那么在当时极极腐败无能的明朝朝廷中 这位非同一般的孙成宗 究竟是怎样一个官员 他能够担当起辽东前线 最高组帅的众共同盟 他的到来能否阻挡 无论他是八十大一 无坚不须的东盟 所谓最高组帅的他 又将给坚持在关外孤城宁远的人群患 带来怎样的命运沉默 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人 北京满志会会长年初年 将与我们一同随着 这位新任的辽东最高组团 前往山海温情县 再见 明王清新六十年之 帝师都僚 大家好 今天我讲帝师都僚 帝师就是天启皇际的老师 大学士孙成宗 都僚 都僚 就是大学士孙成宗 都率军民 首遇僚宗 下面讲第一个题 帝师其人 孙成宗啊 是1563年生 1638年死 享年76岁 他是直离高阳 今河北高阳县 这个人啊 他经历很有意思 六十岁了 才开始到辽东任职 那六十岁以前的经历 我给他分作三段 第一段 是从秀才到举人 孙成宗啊 是在万历六年 就是1578年 得了秀才 这一年他16岁 32岁啊 在考中举人 所以从16岁到32岁 中间有16年 这16年他做什么了 我说他是半工半读 就这16年一遍教书 一遍读书 准备科考 他先给大理寺右城 叫江碧 这个人做家庭教师 这个对他很重要 这个对他很重要 他开始接触朝廷里面的官员 过了不久 就是万历二十年 1592年 孙成宗又到当时的兵被道 叫防守市 家里头做家庭教师 这很重要 他开始接触兵被道 又过了一年 他就到了北京 入了国子舰 在那里头读书 这个对他人生 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又过了一年 就是万历二十二年 1594年 孙成宗就考中了举人 所以孙成宗从做秀才 到考中举人 中间经过了16年的时间 第二段 从举人到晋诗 孙成宗中了举人之后 还是半功半读 一遍读书 一遍教书 不久 这个防守市 就做了大同巡俘 大家知道 大同是明朝北部的九边之一 地位非常重要 孙成宗做了防守市的家庭教师 就到了大同 到了大同 这段经历 对孙成宗太重要了 因为大同是北部的边城 军事重镇 第三段 从晋诗到帝诗 皇帝老师 明时选举志才讲 非晋诗不入汉林 非汉林不入内阁 所以孙成宗 从晋诗到边修 到帝诗 到上书 到内阁 他走了一条官员高端 发展的道路 就这点来说 孙成宗是有幸的 他到了汉林院 在汉林院的十年的时间 就到52岁 52岁这年 孙成宗新的机遇又来了 因为他是汉林 他就到 詹世福做事 詹世福是辅导 皇太子的机构 虽然官品不是很高 但是大家注意 他接住了皇权的政治的核心 这个太子是谁 就是我们过去讲过的 万历皇帝的儿子 朱长洛 他做了朱长洛的老师 但是 万历48年 万历皇子死了 死了他这个太子 朱长洛就继位 就是太上帝 太上帝很不幸啊 八月初一继位 九月初一 吃了那个红丸就死了 前面我们讲过 明宫三岸 亭基岸 红丸岸 宜宫岸 那个红丸岸 就是讲了太上皇帝的死 太上皇帝一死 谁继位呢 就是太上的儿子朱游孝继位 就是天启 太上的死 对孙成宗来说是不幸的 因为他刚辅导了这个太子 太子刚做了皇帝 一个月就死了 但是又给他提供一个新的机会 什么新的机会 因为太上皇帝儿子天启又做了皇帝 这样呢 孙成宗又接着做天启皇帝的老师 就作为帝使了 当时天启皇帝很小 16岁 孙成宗这时候呢 是589岁 就接近60岁了 给一个小皇帝讲课 因为孙成宗常年当教师 很会讲课 也了解青少年的心理 所以他给天启皇帝讲课的时候 很受天启皇帝的欢迎 天启皇帝说了两个字 说什么呢 他听了孙成宗老师的课 开心 就是豁然开朗 心里头很明白 就是很赞赏孙成宗的讲课 天启二年就是1622年 大家知道我们也讲过 明朝又把广宁丢了 朝廷非常危机 这个时候又有人提出来 请孙成宗大学士兼兵不上书 这个时候天启帝同意了 就拜孙成宗为兵不上书 这样孙成宗三重身份 帝师大学士兵不上书 这个时候孙成宗的地位呢 应当说达到了人生的一个顶峰 正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 因为有了这件事情 孙成宗就离开了天启皇帝 离开了兵不上书的岗位 到了辽东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底下再讲 究竟是什么事情 让如此重要的官员 突然间离开北京 赶往辽东这个 充满了危险和杀气的地方 此前明朝许多担任 辽东前线统帅的官员 或者战死江场 或者因战败而被赶死 孙成宗这一句 是否依然是匈都吉少 因为发生一件事情 我在前面讲过 袁崇焕呢 是著称宁远 提到过 就是到天启二年的时候 这个时候辽东 丁略是王再进 王再进提出来是退 退守山海关 在山海关外面 巴黎的地方 住一个城 来护卫山海关 袁崇焕当时是一个牵士 他不同意 他说要在宁远 山海关一外二百里地 这个宁远 住成了十位宁远 但是他官小啊 仍微严谨 王再进不进 他写了两封信 奏告 守福 叶向高 叶向高还算开明啊 接了这封信之后 他不能定懂 他从大学市 兼兵部尚书 孙成宗谈记着事 孙成宗说 说我去看一看吧 实地考察一下 再做决定 叶向高很高兴 这个事情也报告了天启皇帝了 天启皇帝也支持 这样孙成宗 就以皇帝老师 大学士兼兵部尚书身份 就侧骑 骑了马 到了山海关 孙成宗带了 袁中焕等人 骑了马 出了山海关 越是塞外的形势 孙成宗就到了前屯位 前屯离山海关只四十年 孙成宗一看 有几间破坊的尊宗 夜无犬遂 朝无鸡 晚上狗叫的声音没有 早上起来鸡叫的声音没有 没有人居住一片黄 孙成宗非常有感慨 登上高地 在徐越东北这个形势 又回到山海关 他心里头是支持了 袁中焕的一届 寿宁员 他要跟王塞进谈 孙成宗做过老师 地位又高 人又宽厚 耐心地跟王塞进谈 明史孙成宗传 记载说 说他同王塞进谈话 是推心告语 反其中 就是推心制服的 同王塞进谈 谈了七天起 过耐心了 人家是皇帝老师 大学士兵不上书 跟你王塞进谈 王塞进这个人 威严一点说 叫做执着 我们老百姓说 叫太将 不同意改 孙成宗一看 也说不服他 就回去吧 就回到了北京 回到北京和宰相 叶相高 谈了这个事情 说我的意思 还是手宁愿 叶相高呢 也同意 孙成宗借了给天启皇帝 讲课的机会 把这个事情也报告了 天启皇帝也同意呢 手宁愿 顺便 孙成宗就说 王塞进这个人呢 不可重用 天启皇帝点了头 接着就把王塞进这个 辽宗精略这个职务就免了 调查做南京兵不上书 这是天启 以二年八月 孙成宗新冠呢 是天启二年六月十五 他回去之后 王塞进调离 是同年的八月 那就圈水埔 辽宗精略是一个 很重要一个职务 水埔 很多人都不愿意去 认为那个地方是死地 生死的死 胜仗打不了 败仗就要杀头 前头有熊亭弼做例子 传手九边 孙成宗说 我去都市 叶向高也很高兴 天启皇帝也很高兴 仗孙成宗就以 皇帝老师大学士 兵部上书 兼寄寮都市 天启皇帝亲自送他 赐给他上方宝剑 文武官员 一直送到出门外 孙成宗 在天启二年十月 就到了山海关就职 面对山海关外 努尔哈赤 巴西大军的 威猛攻势 面对大明王朝 前线将士的惶恐和魏局 刚刚上任的孙成宗 能够辱转 这个糟糕的局面吗 他会有什么不同于 前任的特殊举措吗 他能够阻挡 努尔哈赤 进攻北京的脚步吗 前面我们讲的是 孙成宗三海关的巡官 底下我就说 他到任之后 他都了 就是孙成宗亲自都率军民 手遇了东 孙成宗到职之后 做了许多的事情 我归纳一下 主要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 就是建 关宁 防线 就是从山海关到宁元 这二百里路的 这个防线 山海关到宁元 有四座重要的城市 原来撤的时候 毁了 冲洗修城 修城 练兵 安置流民 数以十万计的流民 没有饭吃 他要安置他们 吞田 请响 官兵没有响 他借了这个特殊的关系 送皇帝请响 给官兵发响 吊炮 孙成宗负责 就把那个西洋大炮 从北京调到山海关 还请县 气县的县 因为他做过兵部上书 他又是大学士 通过公布 来钓啊 枪啊 炮啊 武器啊 在充实了个平队 孙成宗前后 总算近四年的时间 来建这条防线 宁元城 我们上次讲过 主要是袁冲焕等下来修 修好了 他就继续往北 一直到大平 这条防线呢 就初步建立起来 这条防线非常重要 后来袁冲焕又修整 这条防线 特别是关宁防线 就山海关道宁养防线 后今 诺尔哈赤 皇太纪 父子两代 始终没有攻占过 就没有攻破过 一直到了冲振十七年 明朝亡了 李自成进了北京 吴三桂和竹尔滚勾结 清军才越过了 宁元山海关 后来进了北京 这条防线呢 后来二十多年 起了一个非常重要作用 基础使孙成峰奠定 这是孙成峰的 到了关外的第一件事情 孙成峰所苦心经验的 这条山海关宁远防线 即将在未来的战争中 打破努尔哈赤八旗军 战无不胜的殷皇 但此前明朝在辽东的 重重防线和众多的城市 都是非常坚固 但依然被努尔哈赤所推荐 面对这个残酷的事情 孙成峰怎么办呢 到了关外的第二件事情 就是选将 选拔将领 明朝到这时候 关外的总兵 基本上死光了 明朝编制是二十个总兵 孙成峰到山海关的时候 前后死了十五个总兵 用辽氏啊 用辽宋的事情 死了十五个总兵 谁来统帅军队啊 所以一个很重要的事就选将 我想重点介绍五个人 对辽氏啊 关系比较大 第一位叫马世龙 这马世龙啊 是五举出身 这个人的官呢 做到永平的副总兵 也比较大了 孙成峰到了山海关 因为他是纪辽都市 关系和辽 他就见了马世龙 孙成峰就很器重的马世龙 叫他 把他调到山海关 军事上 具体的 由他负责 第二 渊重换 孙成峰对袁冲换 可以说是 又是老师 又是朋友 又是部下 袁冲换 从七品支线 升到六品主事 升到五品 千世 参政 又参政四品 后来袁冲换 做到巡抚 就是三品 这个过程 主要是在孙成峰 领导和培养之下 第三个是满贵 满贵是蒙古族人 他很小时候 就到赛里来住 这个人呢 九明十满贵传经 永利绝伦 不耗 声色 与士族通纲 满贵这个人呢 他是坐在飞 船 孙成峰巡视的时候 就见了满贵 一见满贵这个人呢 是相貌鹦鹉 力气很大 善于骑射 也有豪爽 孙成峰觉得这个人是个将材 就把他带到山海关 袁冲换修宁远城 让满贵 跟袁冲换一块修城 满贵 后来就升为总兵 下面我们讲到宁远之战的时候 满贵立了大功 最后满贵 战死在北京的印定门外 一身寻明朝的江山设计 第四 赵帅教 赵帅教是陕西人 这个赵帅教很能干 当时有很多的流亡的辽民 大约有四五万人 这赵帅教呢 就招服这些辽民 身体强壮的 当兵 老弱 他不有很多地吗 存田 你让你种地 自己有饭吃了 你还可以征上这粮食 来补充军饷 已经征收了这个钉状呢 编程军的也严格的训练 短短的一段时间呢 他搞了这个前层位啊 是既精既兴旺 又秩序竟然 孙成宗这时候是做了 读师了 他就到前层去视察 孙成宗视察一看 就很惊讶 他第一次到前层的时候 使业无全废 朝无机名 他这时候一看 这个前层完全改观了 所以这很高兴 就把自己做那个轿子 就赠送给了赵帅教 表示对他的鼓励 所以赵帅教在手聊的时候 做出很大的贡献 底下我们讲到宁锦大节的时候 要专门讲到赵帅教 第五 祖大寿 祖大寿啊 就是宁远人 现在辽宁行程 他官呢 坐着幽基 在哪儿做官呢 就在广宁做官 广宁那时候巡付的 就是王化珍 我讲过了 广宁营祥 王化珍一看事情不好 王化珍就跑了 祖大寿这时候是广宁的游击 祖大寿当时有两条道路 一条带了军队 到前线跟后期军队死杀 再一条就跑 祖大寿带了他的兵丁 还有一部分百姓 就往那儿跑 跑到了绝华岛 就金绝华岛 按说这个也是要有杀头之罪的 孙生宗了解这个情况 也没有揪他过去的错误 让他戴罪立功 所以后来祖大寿和袁中焕 守宁远 又守大银河等等 立下了重要的功序 孙生宗在山海关任职期间 发现信任重用了这五个人 马世龙 袁中焕 满贵 赵帅教 祖大寿 这五个人后来在辽东的军事上 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诺尔哈赤这个时候 因为孙生宗在这儿 精心六条 四年的时间 没敢发动进攻 所以三朝野记记载 自成宗出阵 关门西井 中朝艳然 不服以边士为唤语 从孙生宗出阵 这四年期间 关门山海关很安静 朝廷里面也没有用这个事情 一会儿拜报 一会儿拜报频传 也是比较安定 孙生宗 袁中焕等建立这条防线 诺尔哈赤父子两代 始终没有攻破外面防线 这条防线通明朝雇王 这是孙生宗和袁中焕的 一个巨大的贡献 但是 正是孙生宗奋发有为的时候 朝廷里面发生了变局了 在这样一个明朝柔转战局的大战 明朝朝廷应当是举国欢庆才是 怎么会又突然生出什么病 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 是否会改变孙朝宗的命 此后 山海关与大明王朝的命运 又将会发生怎样的连锁反应 遭喝离之 大家注意 这辽宗的事情 那不是孤立辽宗的事情 它和朝廷里面是紧紧相连 朝廷是一盘棋 那辽宗只是这盘棋的一个棋子 所以辽宗的命运和朝廷中央的情况 是密切相关 孙称宗在辽这四年 朝廷里头发生一个大的变故 就是东林党和燕党之间的斗争 结果东林党失败了 燕党胜利了 本来局面是很好的呀 首服也想高 大学是黄继了老师 兵部尚书孙中宗 大学是韩皇 吏部尚书赵南兴 左都于使阳连等等 或者是东林党 或者是倾向于东林党 东林党在朝廷的时候 这个时候已经占了主导地位了 所以袁冲患才能步步生 正是东林党比较得势的时候 一件事情发生了 就是阳连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 这二十四大罪任何一条都可以杀头 不要说二十四条了 所以东林党跟燕党是一个决战的时候 公开决战的时候 东林党啊 软了一下 有人就建议这个叶向高 借这个机会啊 把魏忠贤抓起来杀了 叶向高软了一下 魏忠贤 借了这个机会就反驳 先把杨连作光斗灌到监狱里头 严刑拷打 最后给打死了 就逼着 宰向叶向高 大学士韩黄等等 就一个个逼他 叶向高辞职了 没法做了 大学士韩黄也不做了 杨连作光斗也杀了 那孙成宗 孙成宗是家境 龙庆 惯例 太昌天启 武朝之臣 又是皇帝老师 还是兵部尚书 又亲自卧兵 都市寄了 十几万军队 魏忠贤 对年高望重的 这个孙成宗不敢轻易下手 他就想拉拢孙成宗 站在自己一边 魏忠贤就派了一个太监 叫季用 就找孙成宗疏通 让孙成宗给魏忠贤送点黄金白银 表示投靠这个魏忠贤 孙成宗对待 这个太监姬用 什么态度呢 五个字 不予交一言 就不跟他说一句话 因为我们今天话是不理 晒着你 这个季用回去就跟魏忠贤报了 魏忠贤就活了 就要整这个孙成宗 宗里得有茬啊 借着茬整啊 又找不出茬来 天启四年十一月十四 是天启皇帝的生日 孙成宗呢 就申请他来给皇帝过生日 皇帝是他的学生啊 就到了通州 这时候就报到朝廷里头了 这时候当前的是叫魏广为 他得这消息以后 他就急了 就赶紧找魏忠贤 说孙成宗带着大兵来了 要清君策 就借用那个汉的朝作那个典贤 清君策都朝作 这个魏忠贤疫情有相关 带着军队了清君策 就是要杀这个魏忠贤呢 魏忠贤呢 就到了天启皇帝的窗边 绕了天启皇帝窗边 一面绕一面哭 一面哀诉 哭得非常动心的 天启皇帝一看也没办法了 说算了算 别让他来了 这一下不得了 魏忠贤 魏忠贤马上就找内阁有国人 连夜 发了三道上狱 这三道上狱 夜里头城门都关了 现把大兵门打开啊 就急着 送给这孙成宗 就不许你进城啊 并且通知 孙成宗要是进七货门 就是朝阳门 反接一路 把手反过来 捆进来 把他 逮捕了 孙成宗一看 没办法了 就又返回了 返回到山海关 这样嘛 就燕党和孙成宗 就公开决裂了 借了个茬 就孙成宗手下一个大将 就是这个马世龙啊 到了柳河 快到这个 辽河三叉河那地方 想偷袭一下 结果情报脑错了 后京派一个人呢 做这个假情报 去以后嘛 他们服兵就起来了 死了五六百人 按照别人事实上 也不算大 就死几百人 一个偷袭 也不算大 但是拿这是做文章 弹贺 马世龙 直接牵着到孙成宗 孙成宗一看呢 他那几个同僚 也都退了退 死了死 孙成宗六十岁出关 那四年已经六十四岁了 有时候干脆我辞职的 我回家吧 这样就回到北京 后来又回到高阳养老 孙成宗辞职 离开辽东 这是一个大事情 为什么是个大事情呢 引起了整个辽东局势的 巨大变化 引出了宁愿之战 下一讲 我讲宁愿之战 谢谢大家 续集力量 由四年之久的努尔哈赤 已经调动巴西大军 试图一举夺取北京 就在这样险恶的局势之下 独守孤城明远的原成患 却出人意料地取得了胜利 成为了如而哈赤 名副其实的克星 那么 这极富兴趣性的一幕 又怎么可能会出现呢 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北京满学会会党年初年 为您再见 明王清新六十年之 明远大劫